男子失控咆哮 脏话连篇 甚至还动手动脚 不少附近邻居都被吵醒 就怕波及更多人 艰难打开后车门 要人快点远离现场 男子情绪更加失控 一脚将女儿踹飞 驾驶座妻子也吓坏 脱续场面邻居全程目睹 全看傻眼直到警方到场 出动辣椒水将人压制管束 原来这名男子几杯黄汤下肚 妻子开车时 他看前方车辆不顺眼 想要下车攻击对方 遭到劝阻 竟然就跟家人大吵起来 毕竟将男子压制 并以警职法及时强制 执行管束后代反注定 我们局后续依职权通报 浮游家庭系统 家庭暴力 酒后情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